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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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而且多年排名第二 然后谢靖也是一直稳居前十 可以说都是现在顶尖的棋手 所以这比赛也算是巅方对决了 对 好 然后谢靖还是采用了 平豹对决 以往他走走马盘河其实比较多 但是郑梅同呢 过河鞠应对走马盘河应该说 他肯定有准备吧 对 应该说也是他在这个路变化当中 发掘过非常多这个全新的变化 所以说谢靖可能也对他这个非常娴熟的 这个布局研究呢有所忌惮 所以还是采用了一个相对常见的 而我们觉得那高手们 就是哪个布局我觉得都不会查的 对吧 随便拿出来一个 肯定也是非常娴熟的 对 对 所以什么平豹对决 总马盘河 他们拿起来都能使 对 其实总马盘河也是近几年 才逐渐开始兴起的 就是马七进六之后再居一进一 哦 又猛居了 对 平豹对决应该说历史更为悠久吧 从可能从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 一直以来就一直有人喜欢下这个开局 对 应该说是已经可以经历住时间的考验 然后鸿方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这还是比较正的 比较大众的下法 对 相对来说就是比直接冲中兵 或者其他一些急弓的下法呢 相对于说更均衡一些 那你觉得现在的顶前骑手 喜欢下激进中兵这个开局吗 激进中兵可能根据形式的需要吧 有的时候你必须先手争胜的情况下 你有没有在开始下激进中兵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采用中炮激进中兵这个走法的比较少 但是呢 我也注意没多少 在下后手的时候面对过对方 迎战 迎战是吧 对 对 对 金中兵不太好把控 应该说对于双方来说把控起来都很难 一般来说就是鸿方在面临没有太多退路的情况下 会冲比较大的风险 是 所以他也值得一冲 否则的话拿个大先手冲这么大风险不值了 对 像在这盘棋 因为我们向甲联赛他们两个相遇应该是在常规赛 而且也不是说非用不可的一盘棋 常规赛的中后段 对 中后段 而且这两个队当时希望都还挺大的 应该说当时的形势两个队今生应该相差不多 上海队 上海队今年发挥略有一些祈福吧 也正常一个赛季那么长呢总得有波动啊 确实 而且夏甲联赛现在的竞争比较激烈 从往年的形势来看 这两年的形势来看 下到最后基本上都是有七八个队伍 在争夺前六名晋级季后赛的期位 对我们像讲联赛从是今年开始 而不是去年开始就有季后赛和常规赛了 对应该是从17年开始 还是16年就开始 这样也避免了 大家们比如说下到最后的时候 为了保名次就不太进取了 这样我们为了进前六名 而且前六名里面的一二名还更大 直接进入半决赛 这样就给棋手们不会在那懈怠 说我已经进了我就放松了 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的向甲联赛到后期还是比较好看的 对其实尤其是季后赛的比赛会更为的刺激 是 然后而且现在的向甲联赛 因为它采用了快捷这个赛制 20分钟的基本用时 然后每一步期加5秒 应该说相对来说和棋会减少 因为双方骑手犯错误的几率都增大 对因为时间短了 对 然后实战呢黑方不适 然后在这个时候 红方走了聚九进一 应该说在这盘棋之前 好像郑威童从来没有采用过这个战争 是吧 更多的还是常见的这个五九炮 跑八瓶九 跑八瓶九 马七进六 对 狙九进一呢肯定是应该说是有备而来 新招啊 那么黑方这里呢 应该说也没有面临太多其他的选择 先打狙 然后这步棋呢 实战的黑方就选择了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 你觉得最好的是马七进八吗 目前来说黑方主要应对的办法 应该说就是马七进八和向三进五 这两个选择 这盘棋呢 其实红方居九进一 我觉得有一方面主要的用意 就是预防黑方这个马七进八 对啊 所以后来我看马七进八 居九平二掉住之后 我觉得这居还有用的呀 对 当然说经过 如果说双方应对都正常的话 应该马七进八也是一路可行的走法 可行 另外呢 黑方也有一种比较不错的选择 就是向三进五 红方一般来说 因为下部黑方居一平四 所以红方一般会选择居五平六 那这个时候呢 黑方一方面可以考虑走马七进八 这样呢 对 你就没有 一般来说不会再走居五平二 再就不会再花一步时间来看 另外呢就是 但是在黑方飞翔之后 红方 也可以不走这个 但是呢就是说有一路比较少见或说思路比较奇特的走法 就是这个时候走泡八平九 泡八平九 这部期应该说要着重的就是说给观众朋友们 对 给我们介绍 我怎么记得这个棋好像也似曾相识 对 实际上这部期在今年十月份的这个全国相识冠军 在邀请赛里面好像下过 也是郑伟同下的 对 当时决赛里 我当时还讲了 那好像 对 郑伟同对蒋川 是吧 出现这么一个变化 对 当时好像他拐弯军了 对 应该说这盘棋实际上 就是跟蒋川这盘棋出现在分泄境这盘棋之后 蒋川呢我想应该也是对 红方居九经济之后的变化有所准备 但是可能也没有预料到 红方会采用泡八平九 对 他肯定没有预料 他当时说没有预料到他这么小鬼二居这样 对对对 这个确实思路比较新奇 也体现了正为同这个布局的战术非常的娴熟 但是说实话这两盘棋效果都不错啊 对 而且是他都取舍了 就是啊 一般来说在平炮之后 黑方肯定正常还是出居 他实在是走的局 对 居九平八 居九平八之后呢 其实当时在第一次看到这个局面 我也在想 然后黑方肯定正常会走满气 因为我们常见的五九炮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会遇到这么一个形式 对啊 还不如在这儿呢 我觉得 我们会通过对比会发现 相当于这个时候该红旗走 红方 对 居八进一 走了一个居八进一 黑方走了一个向三进五 那肯定这个 感觉上这两步骑交换呢 应该是红方效率要低一些 对啊 就是啊 然后实际上红方再居八进五压过来 好像少走离不齐 但是深入的来看呢 其实黑方向三进五 这步虽然说多走了一步骑 但是对于一会带僵了是吗 对 但是他少了一个足七一的 这个反击的机会 OK 没有居四平三了 因为你没有飞向的时候 对 可以居四平三 黑方充足 红方居四平三 黑方可以退马打军 OK 你飞向了之后 你就只能马八退久了 对 你就不会再走足七一了 那么可能呢 当时实战走 他实战打了 红方会变向 然后他什么叫七八进四出 对 红方这个时候也走了一个 比较巧妙的一个战术 他为了防止你下步马八进六 他走了一个居四退三 他如果退一步 黑方顺势马八进六就跳进来 真的跳进去吧 对 他居四退三先别住你 你要是再拱呢 他就再退 对 你拱呢他再退 这样表面上他又亏一步 但是呢 你这个足把自己的马背挡住了 等于形成了一个 马在前居在后的这么一个结构 相对来说呢 不太容易开展 OK 那当时实战要走 巨八进二 所以这个骑是这样的 多走一步也不一定 完全就是特别大的效率 对 也有利弊的直说 对 就是说我们可能下棋 不能完全拘泥于这个步速 不会那么死 亲方要注意 别搞得那么死行吗 就是还要根据局面的实际需要 分析每一步其他具体的效率 是的 是的 然后后来呢 红方马七六 巨八瓶六 炮九斤四之后呢 就杀起来了 红方对开局取得 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局 对 后来还真是 就是黑棋也没走出 什么货色来好像 对 因为红方七应该说 红方开局 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而且讲出来 还挺费时间的呢 当时 对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开局 走出一个新的变化 确实也能给对方 带来这个初期不易的效果 让对方的临场应变 尤其是快期中呢 更容易 对 现在的时间 越来越快 犯错误 对 很难找到特别本手的东西 然后现在红方自然地走 局九平二 其实我当时觉得 吊住真的挺爽的一个事 对 吊住之后呢 那黑方飞手向 应该说也是 先按兵不动 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 再充足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走了一个马三退伍 马三退伍 还是先避开黑方 七路线的这个威胁 对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对 省着你拱足的时候 这一大串出问题 对 然后黑方 局一平子出狙 这样他退狙了 公方局四退二 看上去这也是 必然要走的了 要不然他 他虽然不拱 但是他牢又晃你 对 这个时候呢 将来也潜伏着 时机成熟的时候 走局四平二 顶马这种威胁 局四平二 他怕二进二 你还兵器一送啊 当然现在还不成熟 对 但是远远瞄着是吧 对 然后黑方现在 局四进八 这步其实也是 比较有针对性 因为这个局出来了 其实他无非就是 近四和近八这两个点 当然近四也不是不能考虑 也要测 近四他挡住又炮了 但是他将来可能 有机会到可以送足 也可以起到 侧应是吧 侧应这个八路马的作用 然后近八呢 相对来说就是 对红方的威胁呢 会比较大一些 限制一下这个窝心马 反正他别着挺难受的 对 然后红方呢 局四平六腰对 那黑方这个局长度八射过来 肯定不可能轻易地交换 局四平二勾住 红方跑八平九 这个时候应该说 黑方实战是走了 炮二进二 直接去掩护这个马 其实我觉得 从 用什么更好的 基于多变的角度来说呢 也可以选择走局八进二 直接走局八进二 就是这个炮二进二 这步棋当然说也不是不行 但是局八进二我觉得变化更多 因为你这个将来呢 毕竟也多了一个 局二退四回来 你说炮二进二走得有点早了 是这个吗 或者说它保留变化 这步棋也不是坏棋 保留变化 但是局八进二呢 就是说 因为黑方这个局马受签 你将来想解脱的话呢 一个呢 是马八退九 当然说可能感觉比较委屈 对 比较委屈 那你要解脱的话 一般来说是 如果你炮二进二的话 将来可能就是 打局 但是你局没弹下来的情况 你打局 毕竹始终有这个炮五平二 腰队 你还是不能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那你局八进二之后呢 先铺垫一手 将来有可能的话 根据局面需要炮二进二 再炮七平八 这样的话呢 也会对红方造成一些威胁 将来你这样局闪开之后 就打红方的局 就算他平你对了也 而且你平开我马就踩进去了 马就跳进去了 对 你不动我 在局八平六让 对的 所以局八进二可以先铺垫一步 反正我当时拿到这一棋的时候 我就是想黑棋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八路局怎么出来 对 是吧 这应该是局面比较关键的地方 对 是到马队啊 还是局八进二 或者是像 有没有像激进九 将来炮七平八 然后局八平七往外绕的 我当时就甚至这么想了 但是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感觉上 局八进二还算正 对 局八进二 而且将来就根据局面需要 可能走炮二进二 也有可能走 G二推四 听懂了 应该说他的 而且将来炮七平八之后呢 其实啊 总有闪击的时候 总有闪击 对的 实战走的是炮二进二 实战走的是炮二进二 其实看上去也还行 对 也可以 是吧 至少起到了一个 掩护和口码的作用 先做好准备 对 然后红的 同方实战走 炮五平三 我当时在想炮五平三 炮五平四 对 炮五平四 你说的应该也是一种 因为我当时后来觉得 他炮也收了呀 还被踢了 我当时在那儿想 这两个人 可能给我利弊吧 炮五平三呢 他还是将来准备 冰三级威胁黑棋 嗯 炮五平四呢 这比较稳 一方面连向 但其实他还有一个 就是将来有可能 会走炮四进三 来骚扰 炮五平四的话 我感觉黑芳 这个时候也要走 举巴结扰 感觉他是不会变的 他就是这一个思路 对 因为炮抬下来了 现在抬局 我马上就可以平安 如果你炮四进三呢 我有可能走炮七平八 先护住 那红旗会做啥呢 可能还是要走炮四进三 炮四进三 就身要这么走 走了就得这么走 对 先牵住 对 暂时不让你脱身 黑芳在炮七平八 先掩护一下 那就相对于这个局面 比较纠缠了 对 那后面应该说 对 应该还有非常多的 这个纠缠的这个机会 那我们把这个局面 留给观众朋友们 让观众朋友们稍微的审一下 是炮五瓶三好 还是炮五瓶四好 然后我们广告之后 稍后会来 奇迷朋友不知道 这一会儿 你有没有对这个棋局 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们回到棋盘 看看双方之下 后来的对局 然后黑芳在这里呢 还是按照原计划 到G八坚二 因为你现在 如果直接炮七平八的话 红方怎么会 都炮三平二顶住 对 它会有个档 这样交换的话 交换下来 那你被迁住了 对 还是被迁 没意思了 那不如他计划的 先掌区再去打 对 但G八接二的 也会面临就是黑芳 红方并三进一的这个位置 那是必走了 对 然后黑芳这个时候走 G八平六脱身 对 然后红方也是必然要攻 红方并三进一 对 这样不能交换 这个时候肯定 对 当然红方这里也不要 贪图小便宜 走冰七进一去吃子 这样将来 像他拱了七子 黑芳独三进一 对 七子 对 它独三进一再重 它两个独子 这样实际上是不成立 对 感觉上不行 冰三进一吃过来 黑芳抛弃平八打局 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G二平三 其实呢 也不是不可以走G二平一 但是G二平三之后呢 G二平一看上边边 对 但是给了黑芳 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就是你也可以踩边边 也可以近期 近期 一般来说呢 高手队局当中 他更愿意给对方 做多选的机会 这样容易选错 是这一次吗 对 出现错误 这样 然后实战呢 实际上 从这个棋局本身来说 确实呢 黑芳 实战走马八进九 但是呢 你觉得他马八进七更好是吗 对 实际上应该马八进七 我觉得马八进九 应该是这盘棋黑芳局势落入下风的一个根源 哦 那就说明红的这招机设计的还有点意思啊 对 黑的上大 那如果马八进七是什么变化呢 因为表面上看马八进九先吃一个冰 对 我也踩冰冰 好像是能抢一个先手 对啊 马八进七跳进去 好像其他子弟对他也没有掩护 对 都顶不住了 对 好像还挺危险的 这个马 将来有可能被洪方什么巨六瓶三 或者现在闪炮啊 就是啊 造成一些打击 那咱们说现在首先 这个棋局来看巨六瓶三是不成立的 因为巨六瓶三 黑芳下底炮 马八进七 下底炮叫沙 这个挺讨厌的 对 你如果瓶炮挡住 那黑芳呢 有可能就走马七进用 这个棋可能一下红方就崩溃了 崩溃了 杀通了 这个弹子炮结构被打破了 OK 那他肯定不能让他下来 不能巨六瓶三 对 那红方有可能 巨六瓶二呢 会走 巨六瓶二也是一如变化 巨六瓶二呢 黑芳可能比较简单的 再走马七对吧回来 不变了 对 打局 你如果让开 黑芳再马八进七进去 因为八进七这部棋 它是 咸 它是不犯规 那就合了 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红方想继续纠缠的话 对 有可能会走炮三瓶二 或者炮三瓶四 去抓这个马 那抓马呢 黑芳可以再走炮花瓶器 看住 再回来 你如果再回来 我再让开 或者说我还 这么多问题 甚至有可能可以把兵飞掉 气象 你如果打回来 我再飞下 那不太 这样将来总有一个闪击的可能 打出去不被吊住了 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有可能就把兵吃了 这样应该说黑芳 这样我也不动 你不吃呢 我再飞起来 这个结构黑芳还是比较安全 而且红方这个窩心码 毕竟跳不出来 OK 因为我们一般来中局阶段 要抢夺主动的话 还是更多的会把子力 往这个棋盘中心去 有点偏 运动 然后抢占棋盘中心的这些 有力的位置 那你挑到边上之后呢 红方 暂避风亡 炮三瓶四先让一步 我为什么当时老觉得 炮三瓶四比炮五瓶四 比炮五瓶三好 我觉得黑的就没这些变化了 对 现在炮三瓶四之后 首先呢 它还掩护住了自己的内道 你再下底炮呢 它可以不理你 比如你下底炮 它可以居住平台抓炮 这样可能黑芳就 马上就面丢死的危险 这样没齐 对 没齐 但是你不 除此之外呢 确实 我相信黑芳临场 也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好的 黑芳实际点在这儿 进攻的办法 因为现在 我也觉得点这儿 但点在其实已经不好 没用 这个棋已经不好 因为你现在也不存在 在平炮打局的时候 因为红方这个内炮可以 对啊 平兵 顺势有一个闪击 黑芳就要丢子 对 后手 对 然后你这个编码 那将来有可能会遭到 比如说 居住平一 实际层层属 居住平一的打击 所以黑芳现在 就是这点子配合不起来了 对 黑芳现在走炮八进六 可能也是无奈之举 对 实在也没找到 特别好的办法 就是表面上看 这个棋 其实双方六个大子都在 然后黑芳的子力 好像位置也还不错 但实际上 已经逐步地陷入了 红方这个包围圈了 OK 听懂了 你走炮八进六 那红方顺势炮四对一打局 其实就是 我就觉得黑的 走的都有点假 就是它联系不起来 没有后续 对 就是子力之间 缺乏有效的配合 虽然说感觉子力 都是在往前压 但是已经被红方 现在后面就开始 密集防守 密集防守守住之后 后面就可能 就可以开始咯个击破 对 好像有点这个味道 你这没说似的 现在红方的具处 挺好夹炮 一个炮位置很尴尬 不好动了 对 走炮八平四 如果走炮八平七 可能会略为顽强一点 准备打线 但是红方拘二推一之后 黑方也是必要丢子 你打线 打线吃掉 吃炮再吃嘛 七子 也明显吃亏 炮二平五 没用 其实也作用不大 对 炮八平四呢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红方拘二推一 还是要丢子 就是这子都怎么都别扭了 是吧 对 表面上看这个拘炮 这个红方拘炮位置 比较呆板 但实际上它反而呢 一方面防住 你炮四进一的这个鼻鞋 另外呢 这边把你这个拘炮又牵住 对 我当时看这期 就是觉得有点怪 就是明明黑的籽还都在前面 但是因为红的籽太多在家里了 你打不穿它 对 而且不光是打不穿的问题 就现在红方准备进入反击之后 黑方就无力去应付 对 就这籽一个一个的 都被撕裂了似的 就那感觉 对 所以现在黑方也是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走了一个炮二平五 炮二平五 那红方呢 冰五进一冲 冰五进一冲 对 他没有急于吃 吃不行 吃给这吃 对 但现在黑方就很尴尬 你如果打马 它是把你吃掉之后 你吃了 形成一个交换 这边打马 这个交换成什么样子 打马 吃掉 就是黑方这个交换 它占不到便宜 你吃马它打掉 这边都交换完之后 这个马是死的 死了是吧 还是死的 那肯定是黑方无法接受 就是那马它跑不了的 对 那黑方实战呢 走个炮四平五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走了一个炮四平五 然后红方吃掉 吃掉之后 应该说这个骑红方已经是奠定胜局了 跳马 马我推骑 吃马行不行 吃马可能会 当然也是丢子 吃马之后 红方就简单的去打掉 打掉 这样 吃掉之后就 补哪个是应该都可以 吃四进五 将来正好有一个马 马七进六 上了 这个马位置也很安全 扫兵 扫不过来了 吃兵的话 红方只要保留一个三路过后冰 太多了 而且其他的子力位置都很好 你吃兵的话 他马七六是一个先手 将来还有马六进四 问题是你还吃不干净呢 对 然后那马还含在人家嘴里 他双驹马炮都在 在保留一个过后冰 已经具备迎戏的条件 是啊 所以这个骑红方看上去 就是挺尴尬 黑骑这个字 所以就是说这个骑在黑方 马八进九之后呢 就已经 给这个局面 所以你认为马八进七更好 对 我们观众朋友们回去 应该可以在这个局面上停下来 稍微的看一下 有的时候高手下棋就是这样子 他给你留的余地多 反而你犯错误的机会就有了 他要把你逼到那个 走到正轨上去 你就容易想了 对 他当时要是G2平1 他就直接在那 对 如果刚才G2平1的话 因为黑方没有马八进九 只有马八进七跳 自然会有马八进七 那是不是也很复杂 马八进七之后 就是跟刚才说过的 你G2平3之后 黑方马八进七 应该说黑方形势都还可以 但是你G2平1 你就没被吊住了 你一会儿炮八平七 那个吊都不存在了 但是如果马八进七之后 你G还得回来 也在边上 对 而且我马上就要下底炮 也不是咋样 所以说应该就是 从马八进九开始之后 可以说是一步之失 就导致这盘棋整个这个 就很难再扭转局势 然后洪方兵攻击 黑方套四平五 打了 这也是一个被迫的棋子 然后马五退七 马五退七 黑方G2平3变化 刚才介绍过了 黑方实战的G2平1 这个时候洪方走一个 后马进九连柱 当然说走马七进八 采局也是可行的 对啊 我当时在看 但连柱也 我觉得也够是 连柱也很安全 对 把你的鞠困住 对啊 这样将来老有 打死鞠的可能 将来就比如 有可能炮四平六 对 而且你也鞠也绕不太出来 G1平二太慢了 G1平二的话 那他就不理你 他就先把马吃了 就是 将来你这个中炮 还有危险 这儿鞠不行 吃完这个马上G1退1 就是 所以这个棋下的 就到这里应该说 胜负呢 基本上没有太大 定型了 马被吃死了 然后黑鞠没骑 最主要的事 可以说是白丢一个子 然后他实战走 实战走 足鞠还是想 再坚持坚持吧 然后红方 他没有G1平二 G2平一吃了 这样他足鞠拱了 他是不是想 马三进屋跳上来啊 对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还有机会可能 把后边的子 赶快再上点子 能行就行 不行就算了 但是步驶上已经来不及了 那红方马上行动 炮四瓶六 炮四瓶六 这一期你当时在看现场吗 当时我们通过这个手机 就可以看到这个漆普的转动 但是我想黑棋 这么难的情况下 我估计时间 肯定也不咋样了 应该说现在 应该是黑方局面 和时间都 都紧张的时候 我们看这组五阶级 就像时间紧 啪啪啪走 赶快走两步的 也是没什么办法的办法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 走炮五瓶八 炮五瓶这儿呢 也不行 平四 炮红方 可能就对顺势 独守势 或者说G1平六过来抓 那个炮还是要走 走开了 他还是炮六阶级打死局 对 这样可以走 炮五瓶八 他也打局 这样实在没办法 对对于高手来说 到这里应该说 胜负基本上 已经可以 没有悬念了 然后黑方在这里 被迫 太灯 太打 换点 红方走 拘炮了吧 一瓶器吧 好像是拘炮 现在就是双拘炮 来围困黑方这个炮 对 这里面 其他方我们看 有个稍微的围困战术 当然这围困战术 不是很难 因为它没有紫支援了 它平的这儿 平这儿吧 炮三瓶一 聚三瓶九 对 然后它一走 炮一瓶 然后它又一桌 炒上是这个桌的 然后它一瓶 然后它一桌 然后它一走这个 现在就进入 红方的表演时间 对 比较熟练的 一个围困战术的演示 因为黑方其他的 后续子力也无法 去增援这个炮 是吧 然后红方现在 炮六瓶八 挤住 这样好像黑气 随便走了一步吧 然后一僵一退 黑方下底炮一僵 是吧 嗯 红方炮炮退二 这样那个炮 就没有路可去了 被圈死了 对 你如果再炮一退二 红方拒八退一 其实说实话 这个骑炮就算 不被圈死啊 对 好像也不行了 对 但是红方通过 围困这个炮 可以更快地取胜 对 给我们大家 齐兵朋友们 演示了一下 围困战术吧 对 这样丢死之后 黑方就无法 再继续支撑了 所以这盘棋 可以说整个的进程 就进行到这里 那广东队这盘棋 赢得还是挺大的 是吧 对 郑月桐应该说 这盘棋通过他精心的 布局准备 然后终局阶段 也是下着憋了精确 给谢靖也是设下了 一定的这个陷阱 逐步隐忧对方 进入到自己这个伏击圈 是 最后呢 反击得手 请问朋友们 在刚才的讲题当中 不知道您认真听没有啊 听还是在这里面 有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比如说刚才是不是 什么时候炮二进二 还有 居保留能不能退回去 然后这里面 还是有很多次序 值得我们行为朋友们 在下面的时候 再去研究研究 也许G9精英 哪天就成为您的新招了 好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给您带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再见 好 各位朋友们再见